來喔各位客人 今天下午天氣還算不錯喔 那個 有點陰陰的 那陽光不大 那整個空氣吹起來是舒服的 那我們今天下午帶他們來比較沒有人 這個我們最愛來的榕樹夏這邊帶他們散步 然後今天也是全程用手持 就是來測驗一下iPhone12的那個影像穩定 我就沒有帶穩定器了 多多一直等很久 因為多多一直很想要玩球 啊我忘記帶球 我只好拿石頭給他 去吧 你不要太嚇我了 去啦快點 不要欺騙我的感情啊 多多勉為欺男的跑去 跑去咬石頭了 快點來 石頭咧 咬回來給我快 有夠勉強的啊 那我妹他跟屁桃呢 現在應該已經在飛機上還是已經到日本了吧 他們今天一點多的飛機啊 所以其實應該現在應該到日本了 所以早上我弟中午的部分呢 我弟就帶他們去搭高鐵 然後去台北 然後一點多的飛機 對 在這邊飛到日本大概幾個小時而已嘛 很近啦 蠻近的 所以他們現在基本上已經回到日本疫區了 那因為有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我妹在這個時候要回日本 其實我妹在IG上也有講 我不知道她粉專有沒有講 大概就是說呢 因為我妹她有日本的居住權的問題 但是她好像沒有辦什麼東西 所以她要離開日本一年內要回去 不然的話呢 她可能就要無話無話 反正就很麻煩啦 然後再來就是屁桃的那個 學校的申請呢 就是 有學校願意等他們去面試 所以他們還是要趕回去 因為屁桃也差不多要到讀書的年紀了 所以 這個 算是安親班嗎 還是幼幼班之類的 在日本 其實我也不太懂 這個要讓我妹自己來解釋 這種部分呢 反正我們也不是當事人啊 我大概就只能這樣 大概分析一下講一下而已 所以他們現在應該是在日本的 然後也恭喜啦 恭喜她老公呢 終於在 八幾個月啦 她過年前回來的嘛 現在十一月 算是有整整快十個月 沒有看到自己的無限 這個是很難得煎熬啊 我自己當上父親之後呢 更是有這種感覺 你至於想像小孩長在大 多多把剛剛那個石頭吐掉 算了 那就不要了 你至於想像自己的小孩 正在長大的過程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 你跟你的老婆小孩分隔兩地 每天只能靠LINE 那說比較可 有點可愛的一點是 我妹 她如果跟她老公視訊啊 然後給屁桃跟她老公視訊 屁桃都沒有興趣 但是呢 他們都要用LINE還是什麼的 裡面會有便臉的 然後呢 可能她爸爸就會變成是青蛙 或者變成什麼動物 然後呢 屁桃就只記得她爸爸是那個動物 所以回去呢 她要再重新認識一下她老爸 那感覺真的是蠻奇妙的 所以 這個就非常時期嘛 所以這也只能這樣子啦 誰也不會設想到 我們在我們人生過程中 會遇到這種 這種全球性的病毒 所以大家也都還在適應 所以呢 終於可以回去了 我覺得她老公應該非常開心啦 如果照理 因為接下來好像 日本快過年了喔 日本過年好像就是一個年底 年底到那個就是日本過年的樣子 所以也好 回去跟一家人聚一聚啦 好像我覺得也蠻好的 那個 所以今天呢 從今天開始 下一次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他們 我妹他們本來是想說抓 農曆過年前再回來啦 但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有點難度 以日本現在疫情來講 回來還要隔離 就是 其實對我妹也沒差 因為反正我妹都窩在家裡面了 但是她怕屁桃比較有差 因為屁桃 你怕一個小孩要隔離 關在那個家裡面14天 那個 出不去呢 小孩應該會抱走吧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不用奢望說 她短期內還會再回來啦 不過沒關係 反正他們下次回來 我的房子就好了 所以就 呃 有 今年呢也好不容易喔 就是大家已經熬了 熬到年底了 再一個月我們就可以迎接新的開始 那因為現在目前呢 疫苗也有了齁 就是 雖然還沒有很普遍 但是起碼是有一點希望的 那希望2021年呢 可以 重新開始 我們全部的人 全世界的人呢都可以重新開始 非常非常的期待 唉唷 這邊有布袋戲喔 就是要演給神明看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後台稍微再瞇一下 那這三隻喔 別差別了 因為多多 看到我沒有 我沒有拿球呢 我剛剛丟給她的石頭 她也不要 她就丟掉了 喔對齁 說到HAPPY齁 應該也有人會關心一下我們HAPPY 尿液是正常的 那醫生就評估說可能是病毒式的感冒感染之類的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們回來以後 昨天因為是假日嘛 HAPPY開始有在咳嗽了 所以就帶她去台南的另外一間看 那醫生比較老道一點 她一看說這個是一個 我忘記那個病毒叫什麼 最近很流行的 然後她就是呼吸道的感染 然後會咳嗽 然後因為我沒有症狀 我老婆 我老婆呢就是也好像有被HAPPY感染到 她也開始有點 有點喉嚨癢癢的這樣 然後到我 因為我跟HAPPY跟我老婆是很 就是住在一起的人嘛 然後尤其是我要抱HAPPY HAPPY都會朝著我的臉咳嗽 所以呢 我早上起床我也覺得 我好像喉嚨也開始有點癢了 不用擔心 我們這個不是那個新冠病毒啦 我們這個是那個 就是那個我忘記那個叫什麼 欸 不是也不 好像也不是懦羅 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就是 也是跟支氣管有關係的 我老婆昨天有拿給我看 她一個形容 一個短什麼縮寫 什麼阿什麼的 然後好像蠻多人 因為醫生說最近很多的那種 那種 小朋友 小兒科最近又有很多這樣子的案例 所以 就這樣吧 那早上 今天早上比較特別啦 因為今天早上她 因為她食慾其實又沒有那麼好 原本她可能奶可以喝到180 阿現在呢她都只能喝60 或者是到100 最多到100 RSV好像是好像是RSV 然後 等一下我離開這邊一下好了 這邊 因為布袋器的喇叭很大聲 我來跟大家看一下 哇 這個就是後胎阿 好像是RSV吧 然後 早上Happy因為剛喝完奶 她想說 OK了沒什麼事 就讓她繼續睡 拍一拍了 拍一拍革讓她繼續睡 但是因為你知道 寶寶剛喝完奶 然後又要睡著的時候 她又在咳嗽 咳嗽呢 很容易會造成你的 胃部的那種粗粒擠壓 所以呢 她又 她又吐奶了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Happy 我們相處到現在 10個多月 Happy從小到大 她吐奶不超過5次 然後今天這一次算下去 可能剛滿5次吐奶 她就把 我就聽到 嚕的聲音 我說完蛋了 趕快衝下 衝下她的床呢 去幫她把那個奶 全部接起來 然後呢 她的床有沾到 所以早上我老婆幫她換床單 然後就稍微給她拍一拍 給她餵藥 然後餵藥呢 她又咳嗽 又稍微吐一點出來 然後又再補胃一下 然後餵完呢 她有沒有看我IG就知道 她就躺在 她又坐在那邊 想睡又不能睡 因為又要咳嗽 然後又看得蠻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啦 因為身為父母 其實小孩生病 當然多多少少 都會 都會緊張 都會 都會難過 但是呢 對我來講喔 其實我有另外一個層面的意義啊 就是 這是Happy她人生第一次感冒 所以我覺得 我 我會 除了照顧她以外呢 我也會 讓她自己去體驗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控制病毒 我們沒有辦法去扼殺病毒 但是呢 小朋友感冒 這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我們大家都感冒過 所以 我沒有 我並沒有很緊張 我只是覺得說 欸 這個是你自己人生的第一次 你好好的去感受它 好 那我們當然就是 該 該治療的 該吃藥的部分呢 就是給 給那個 就是給專業的醫生處理 那 其他部分呢 除了陪伴就是 陪她一起去感受這個感冒 我覺得這個就是人生啊 那個沒什麼 就是 人生就是這樣嘛 你要不斷的跌倒受傷 不斷的 生病感冒 然後有免疫 有經驗 才會變成我們現在這個完整的個體嘛 如果說什麼事情呢 都還得 就是很煩惱啊 怎麼辦齁 睡不著覺怎麼辦 我兒子這樣這樣 我跟你講啦 雖然都是心頭肉啦 但是很 每一個人的立場不一樣 我個人是覺得 這是人生的過程啊 所以呢 我沒有很緊張 也沒有很 很害怕 我只覺得說 欸反正 就 目前的狀態是安全的 那是可以治療的 那剩下的部分呢 除了陪你 那就是讓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你現在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不用過度的去緊張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的家長 可能現在少子話吧 啊 偶爾生個小孩 就是好不容易生到一個小孩 齁 什麼都 什麼 可能一點小破皮蚊子叮到呢 都會疼到心 心坎裡 我是覺得 愛 是有很多種方式啦 但是 有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選擇去讓小孩去面對 而不是你一昧的一直在保護他 而且就算說真的 你在那邊心疼心疼你也沒有辦法保護他什麼 因為 你沒有辦法控制病毒 啊他感冒了感染了 你就 呃 陪他治療以外呢 陪伴他以外就是 讓他自己去感受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那當然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是因為 我生的是男孩啦 如果生女兒 我可能就不是這種感覺 很多男生應該都會跟我一樣 欸 男生嘛 就是如果生男孩喔 就男孩就是 你就是要受傷啊 你就是要去面對啊 你才會長大嘛 才會成長 但是女兒 如果今天是女兒 我看我可能就是 沒有講得那麼傻脫 我一定是 啊那怎麼辦怎麼辦 哈哈哈 啊現在都這樣啊 重女輕男了 哈哈哈 不過呢 呃對我來講喔 我並沒有說 呃很 就是重女輕 太重女輕男 因為對我來講 呃 小孩嘛 都是自己的 啊再來怎麼樣呢 都是要一起陪伴一起面對 所以沒有想太多 哈哈哈 那Happy也蠻可愛的啊 就是長得也蠻像女生的 這去小兒科呢 很多人都會說 哇你這是混血兒嗎 她怎麼那麼 她是女生嗎 都他的男生怎麼長這樣子 睫毛怎麼那麼長 周圍� die毫 為那麼白SO 那麼那麼好 喔 那個祂媽媽呢 聽了就會就很爽 因為祂覺得說像我 好像 och chos小孩像媽媽啦 完全不像爸爸 但是呢 對我來講から很得意的是 我們Happy 她的頭尾也是完全跟我一模一樣的 我们邻家的宿命 那你知道我们头大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缺点 在我们小时候 因为现在科技不一样了 现在衣服的毛料呢 可能都会很轻薄 但是又保暖 比如说像发热衣 或什么东西 像我们小时候没有 小时候呢 就是都要穿得又厚又重 尤其是以前 你记得我们 台湾老台湾的时候 以前还很流行穿套头的 那你知道像我们头这么大 那个套头套进去很难 然后脱下来更难 所以小时候每次 只要一冬天一到 就会很讨厌 因为要穿那个套头的衣服呢 我们这种大头都会卡住 就很讨厌 我阿嬷又很爱 给我们穿很厚 每次出去就要穿个 三件到五件是基本款的 然后重点是 穿那么多件还会冷哦 现在不用啊 你看我现在穿的 这种透气吊嘎 穿一件 凉爽舒适 冬天呢 就穿一个薄薄的发热衣 套一个T恤 就OK了 就是现在时代科技不一样 就是越来越轻薄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呢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 Happy的部分 因为对他来讲 对我们来讲呢 是他人生第一次 也是对他来讲 是人生第一次的感冒 这部分呢 我们负责陪伴 负责带他去治疗 然后他的部分 就负责去感受 负责去面对他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不会很心疼 不会很心疼说 因为我发在IG上 他可能在哭 你们看到那个Happy 都是在那边哭啊 会有很多的 阿姨们呢 会私讯来说 好心疼 我看到好心疼 好哭 你怎么不抱他 我跟你讲 我跟你太太 一直很得意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Happy 从养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 被人家抱的习惯 我们从月子中心的时候呢 就一直跟护理师讲说 我们小孩 不要让他有抱的习惯 所以在我们 出月子中心开始 他在哭 我们也不会去抱他 就对我们来讲 很省事 Happy也比较独立 他也不会什么事情 都要讨抱 所以你们如果 常常看到一个小孩 你走过去两只手伸过去 他就会把两只手伸起来 那就表示他习惯被抱了 很多的朋友呢 来我们家 看到Happy 他会把手伸出去 Happy 就会满头问号 跟大大一样 他会想说 你的手在干嘛 因为Happy 没有被抱的习惯 那这样子有很多好处啊 他会自己找事做 他也不会太过依赖 那变成说 我们也轻松啊 因为有一些那种 新手爸妈 或者是跟家人住的 尤其是长辈 我长辈呢 发生什么事情 小孩哭就是抱 然后呢 发生什么事情啊 在灰啦 就赶快抱 赶快抱 那有的妈妈 甚至抱着小孩睡 睡到呢 小孩都习惯 要被抱着才能睡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 就苦了妈妈 就苦了你们 我们大人啊 就苦了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你对他付出太多爱 他会变成依赖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不是很好 所以我跟林太太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我多多那些太大碟了 哈哈哈 我给你们看一下 多多找到石头 哈哈哈 看他真的 这有够够贪心的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呢 对小孩 关爱不要溺爱啊 不要让他们养成 太多的依赖感 多多叫我丢这个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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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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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沙楼了 去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哦对啊 因为我妈那一边是 平埔族啦 他们 诶平埔族也算原住民啦 哦因为 我阿姑啊 那边我那个 每个眼睛都超大 跟酋长一样 就是那种 原住民的脸 呵呵 就是很轮廓很深 然后眼睛超大 啊因为我妈那一边 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血统 所以呢 呃像很多人也会觉得很奇妙 说为什么 屁桃跟黑皮长的 黑皮跟屁桃怎么长那么像 哎我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都眼睛都很大吧 呵呵 眼睛都很大吧 然后呢 以前我老婆在怀孕的时候呢 也有说说 哎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屁桃 就是我们目前看过 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孩 然后我老婆也说希望呢 哎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小孩会不会 跟屁桃 有一点点像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会很欣慰 就是哎 小孩长得 也也有点可爱这样就好了 然后生下来 哎 发现我们黑皮其实也蛮可爱的 哦 甚至我们个人 因为可能是自己爸爸妈妈吧 都觉得 哎呦 这个真的是世界 世界最可爱哦 哦 我们都会常常这样 这样 跟黑皮讲说 哦你世界好可愛呢 啊 啊 他其实也听不懂啊 啊 反正自己的小孩吧 啊 就是再怎么陷呢 也都是全世界最棒的 呵呵呵 不过这个是相处上啦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呃 在我们跟小朋友的 父母 跟小孩关系的经营上呢 真的在尤其是从小 很多时候呢 圆形都是从小开始捏的 所以真的不要在这个时候呢 过度的溺爱他 很多时候 虽然你觉得他还小 但是 就是很多时候 他是无形中的 哦 啊 你要去让让 让他开始去习惯 哦 而不是说 哎 他他这样什么都不会 哦 我们帮他 我尽量帮他弄 帮他弄 他就会因为这种东西 无形中潜意识 他就已经 因为还是个幼苗的时候 是最好硕形的 他们就会 就会 长大就会开始依赖你了 他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的不是这样 我们希望是他可以 比较独立一点 所以从开始 出月子中心的抱抱啊 什么东西呢 我们没有给他这样子的 的习惯的特权 哦 因为该抱的还是会抱啦 哦 比如说 他有的时候睡不着觉 或者是在不舒服 哦 像这样最近呢 他就是咳嗽不舒服 我们会抱他起来 帮他拍 拍个背 让他舒服一点 这部分是正常的啦 但是如果说 你说要随时随地呢 甚至晚上 我有听过一些朋友 是这样 晚上都要抱着小孩睡 然后说说 哦 看超痛苦的 因为 你抱着小孩睡呢 小孩不睡 啊 你很想睡 啊 或者是小孩睡了 你放下来 小孩又哭 那这样子 你不就是在 就是在烦恼自己而已吗 那个 我觉得这样不好 哦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 如果你们也是新手爸妈的话 跟你们分享 啊 如果你们是老手 那当然都没话讲 你们 那种各位前辈 你们可能有的经验 比我们这些菜鸟还要多 啊 不过呢 简单讲就这样啦 哎 我觉得开心哦 就是自己的小孩嘛 啊 有每个人 有每个人不同的经营方式 啊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不会因为小孩的受伤 或者是小孩的感冒 哦 就是生病呢 去 去烦恼 好像全世界天都大下 塌下来那种感觉 我知道 我有遇过很多妈妈是这样的 哦 小孩啊 感冒 发个烧 哦 特夜睡不着觉 然后每天在那边 以泪洗面啊 真的很夸张哦 然后她说 哦干怎么会这样 我的小孩 我好心痛 我心头肉什么之类的 哎 我真的觉得想太多了 因为现在的医疗呢 其实都蛮发达的 小孩生病了 其实也是他们人生在成长的过程 所以 让他去面对 你们陪伴就好了 我们一直负责陪伴就好了 像他们也一样啊 这三只也是一样啊 他们尤其是舅舅 十几岁了 他生病的时候 我们是陪他 你看 现在也不吃到这样 也不是吃到大苦 所以呢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反正小孩生病是过程 我们 啊 好 没有了 没有要玩了 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好好面对就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啦 那感谢各位对P陶跟HAPPY的关心喔 P陶他们平安到日本了吧 的吧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跟他联络 然后 呃 HAPPY目前 诶 就是准备 就是吃药的过程 应该很快就会好了 希望我跟林太太 我感觉我好像有被传染了 所以最近呢 要蛮小心一点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闲聊到这边喔 你看我们九九 前面已经流了一滩口水了 好啦 我们要回家 多多已经上车了 好 我们要回家了 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跟陪伴 还有谢谢送我们星星的朋友 我刚刚一直认真在讲话 都没有忽略到 现在才发现有人送星星 谢谢你们 OK 拜拜